好,我們接續一下昨天的Mobilize 我們把這個區塊加進來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先從那個最下面這個版權宣告好了 因為版權宣告裡面 這些內容如果 你可以看一下 每一個區塊呢 的右上角 有沒有發現都有一個齒輪 對,就是這裡 你只要做任何設定都來這邊 有沒有 你要跟上面的距離跟下面的距離 要有幾個按鈕 你都可以自己決定 比如說你看我現在有六個按鈕 我不要 我想要有兩個就好 有沒有發現這裡只剩兩個 對不對 然後呢 還有沒有其他的 有 地圖 對不對 地圖 一般各位現在 我相信你有看過很多網站下面都有Google的地圖嗎 你會怎麼做 打開Google地圖打入地址 然後呢 取得那個程式嘛 不好意思這樣麻煩啦 直接打 我們的地址就好了 如果你連地址都不知道 來問一下你們知道學校地址嗎 學校地址不知道 因為我只知道有地址規而已 哈哈哈哈 所以 我就用偷籃法可以嗎 什麼意思呢 來這裡 中 台 那怕不會去 可以打中文啊 可以打中文啊 為什麼不選 這樣有沒有偷籃法 有沒有發現後面就出來了 所以 沒有程式嘛 有什麼關係 對不對 這樣整合起來是不是比較好 反正有找到就好了嘛 這樣有簡單吧 那當然這些內容你可以自己改 他的文字的顏色的樣式啊 那些都沒問題 不要的話你也可以把它刪掉了 這些東西也是可以刪的 也是可以刪的 那 再來我們 再看一下這裡 區塊的部分 有沒有 這裡有顯示更多 有沒有發現這裡 剛剛你是這樣子而已 但是呢 顯示更多之後 這裡有沒有可以調整區塊的 順序 因為有些時候你放在這裡 啊不小心放錯了 就怎樣 就把它調整一下囉 像這個地方 這裡 按著它往下拉 有沒有 就可以調整區塊 我給你講 你如果真的是網頁設計 區塊放錯還真的蠻麻煩的 要做的事情比較多啦 可是這個就拖拉一下就好了 好那 萬一 真的不要的 你可以把它刪掉 好可以把它刪掉 當然你也可以把它保留起來 什麼意思 欸我覺得這個區塊我設計的不錯 就加入我的最愛 下次就直接丟出來用 這樣就好了 你就不用每次都丟出來再重改 好這是一種 那再來我們看看這一種的 我們往上走 這裡不是有好幾個 六個嗎 二四六嗎 你這次設計的就沒有那麼多個 一定要六個嗎 我拼不出來 怎麼辦 就來這裡啊 你跟他講 不然賣六個 你能給我四個就好了 這樣可以吧 好 再擠不出來 你就這樣給你三個就好了 哈哈哈 不要太多 這樣有沒有簡單 所以你區塊這個要會調整 還有 還有 因為 我也只有照片而已 所以 可不可以不要文字 因為我不會 對不對 我就把它收起來 看你要什麼給什麼嘛 背景 你可以顏色也可以圖片也可以甚至影片 你們有沒有看過一些網站進去背景是影片的 有啊 影片你應該知道給他網址就好了 他就把你做完了 不然這件事情 給設計師 做的時候 你就麻煩 對不對 所以像這樣子 那卡片 背景 你可以選擇 我們這邊好像看不太清楚 但是這裡有 有沒有 這裡有卡片的背景顏色 你也可以給他 就是一個 卡片的概念 那麼 你 跟上面的距離 跟下面的距離 也可以做微調 他每一個區塊的調整都不一樣 就這個選項都不一樣 所以看你用到的是哪一個區塊 所以 像這個也是一樣 這是三個 下面還有這個 還有按鈕 所以你還可以設定說我要不要按鈕 Show button 不要 button 我就把它關起來 好那你要幾個 是不是也是一樣 只是每一個 區塊的那個方式 都 不太相同 所以你要去看一下你要的 像這裡 這個區塊 然後人家規定在左邊的 我不能在右邊嗎 這個不能 放在右邊的 有的可以調左右邊的 有的可以調 所以你要了解是他每個區塊 到底差別在哪 像這裡 你現在看到這個 有沒有 Style counter 就是這個 數字 你今天要或不要 有沒有發現 對不對 這個東西其實都是什麼 CSS 可是如果你沒有透過 如果像這樣做的話 你要做真的 會花很多時間 那內容 我不用教你啦 這個你會調 好 所以你像這樣子 把它調整完了 其實你會發現說 真的還蠻快的 好那像這個 他就有什麼 Title 大標 Subtitle 次標 跟內文 有沒有 這裡就沒有內文 你如果想要做一個內文說明 打開 有沒有文字 就可以讓你打了 那當然你這個文字 可不可以做超連結 也可以 你就可以把像這些東西 你可以把它選起來 把這個好像不能做超連結 我看一下 有有有 選起來 這裡有沒有 你可以做超連結 可以做超連結 這樣有沒有問題 了解那個概念 其實 而且各位不要忘記了 我現在做的還是只有一頁而已 還是只有一頁而已 你如果真的有第二頁第三頁 也是可以做 他不是只能做一頁式的 但是我不可否認 現在一頁式的網站也越來越多 因為他覺得我就是活動式的 我一個活動的我就先準備好 所以你可以先調整一下 好不好 像這個 順便講一下 這不是有那個時代嗎 對不對 你有三個 還不夠 怎麼辦 就來這裡 你要幾個 自己決定來 這裡 有沒有可以自己決定 那要不要自動播放 要不要自動播放 還有 他也可以播視訊 不是只有圖片而已 你要播視訊你就勾起來 你就可以換視訊的 那每一個都不一樣 點到這邊 你可以視訊跟圖片混搭 對 像我最近有做到一個就是 他要有圖片跟視訊 那倒是說很麻煩 你要找適當的時代 然後你要兼顧到什麼 那個 行動裝置的問題啊 對不對 不同的版面大小 你要能夠縮放 所以 那是一個很簡單的啦 影片進來是直接預設就開始播放 那我看你啊 要不要開自動播放啊 對啊你如果開自動播放 他就 有預設的時間到就切換 影片嗎 喔好 我們來試看看好了 假設我第一個 這裡有一個對不對 好我們 預覽一下 他要開到 IH了 有 有吧 這個後面影片有在播啊 有啊 所以影片有在播啊 對不對 所以是瀏覽器的問題 所以 瀏覽器的關係 剛剛是A級 剛剛是 微軟的那個A級 這個 有 那 另外一個你有沒有發現 影片會變得比較暗 對不對 那這個地方啊 你是可以設定的 你來看一下 好你看這裡 有沒有叫overlay 因為我們希望 因為我前面有字嘛 所以我會希望把那個影片 是不是稍微 疊到 上面就好 但是 他有一個顏色 把他疊上去了 這樣了解嗎 所以如果你不要overlay 你把它關掉 有沒有就看得比較清楚一點 但是因為這樣子 你如果在前面放一些東西 可能就會稍微有一些干擾 好所以如果你要用這個也可以 我們再預覽一下 好 我看IE 應該也會有吧 A級真的沒有看到 我們看一下這邊 已經是 有時候要測一下啦 因為真正放在網路上跟 在單機測還是有些不同 還是有一些不一樣 這邊是真的有 有沒有 這樣了解 所以 這個部分是你可以稍微 可以試看看的 那這個區塊的設定 就先交給各位 看你用哪個區塊 你可以去設定一下 然後 我可以看見 現在 我可以看見 你在哪裡